这个小月牌机器人 客牛版了 不仅会自动帮我们打怪 还会使用灵魂红西 打不过了 还能自爆 你们看这个范围 我放一个神罗天真的 一概密抗肌肉的BGM 不过分吧 哈喽大家好 我是阿阳 经过我的不懈努力 通宵改造 终于 我把小月改造成了 机器人 来吧 小月说句话 你就是我的master吗 快和我签定契约 成为魔法少女吧 这 我装作系统吗 你没有装作系统 小年 我现在 用的这个中二病挖坑系统 手感非常舒适 挺好了 你要敢冲上系统 我就当场自爆给你看 哎哎哎 姑奶奶 有话好好说 千万别炸了好吧 为了把你造出来 我花了两三个小时 去研究攻略呢 计划通 走 现在我们开生存 实测一下 这个机器人小月 到底能有多强 看到野怪了 机器人小月 拥有自动打怪的功能 只要是我们摸一刀 小月就会自动冲上去补刀 同时 它还能帮我们挥雪 但是这个功能 需要用金星标塔 来开通一下才行 您的自动回血功能已开通 我们的服务宗 只是一雪不荒 再浪一把 虽然说是这么说 但是回血效果还是刚刚的 不仅如此 我们还能用绿宝石信标塔 给它开启灵魂红吸功能 不仅是AOE攻击 范围还大 再也不怕被怪物给包围了 非常的好用 我的灵魂在闪动 让脑子不溃 小月 你让一下 挡到我方方块了 真错到潜在作弊行为 出bug了 看来还得我背下去 怎么回事不动了 启动自毁程序 啥 我这个鬼鬼 这坑炸得也太大了嘛 又得从头盖造 我太难了 要造一个小月出来呢 我们得先造出工作台 用一个锻造台 一个红石块 三个铁定 合成机器人工作台 一个皮甲和五个铁定 合成机器人躯干 黏土和木鎬 合成机器人的手 铁定和木鎬 合成机器人的脚 原石和三颗银石呢 合成机器人心脏 最后呢 再将这些东西 混合在一起 接着在一阵电闪雷鸣之后 机器人就诞生了 这个时候 小月还不是小月 我们需要给它 换个头部组件 右键停下台 把它背到切尸机上 再丢一把剪刀 圆满的头部 就被替换下来了 这时候 我们丢金苹果给它 它就会变成我们的样子 我这里呢 出去换一个小月的皮肤 它就变成小月的样子了 会出转身 我又回来了 啊哈哈哈哈 好的 那么本期视频呢 到此为止 某组名呢 已经出现在字幕上了 爆炸就是艺术 什么鬼 哎呦 看来得赶紧重装系统了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咯